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象 我們接下來說給你踢的單元 要來介紹一款鋁製大踏板階梯 你是不是常常每次在打掃的時候 要打掃天花板 還是上面的櫃子的時候 或者是要拿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有時候都拿個板凳 還是拿個塑膠椅 或者是拿個什麼隨便的東西 然後就都踩了一下就上去拿 真的是要很小心 因為那些都非常的危險 有時候你可能那種電的東西 可能沒有踩好踩空 或者是那種塑膠椅 可能是脆化掉了 你整個人踩上去的時候 有時候一不小心就會跌倒 那真的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危險 而且又在那麼高的地方 這樣跌下來 有時候真的骨頭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那真的是 一個跌真的是會受不了 真的非常的可怕 所以啊 在拿東西的時候 不管是你在高的地方 拿東西的時候 或者是在打掃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要挑對好的工具 所以我們來介紹這款 鋁製大踏板階梯 讓你找對好工具 拿東西的時候 就不會說那麼的危險 它非常的安全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鋁製大踏板階梯 它總共會有三個不同的尺寸 二階的 這個是兩階的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三階的 然後這個是四階的 有二、三、四 三個不同的尺寸 好那我們先來講它的功能面介紹 從下面開始 它每一個階梯啊 底下啊 都有這個防滑的腳墊 好 都有四個防滑的腳墊 所以你在高處啊 在這樣踩的時候啊 它底下都會幫你有防滑 所以你都會非常的安全 而且它 它不是只有塑膠防滑 它底下啊 都有這種凹凸面的防滑 好 這種防滑更安全 一層呢 這個它的階梯踏板啊 它這個階梯踏板 都有凹凸痕跡的 這種凹凸痕跡的 所以你在上面這樣在踩的時候啊 像我自己在這樣踩的時候啊 你看它都會非常的安全 你在踩的時候 它不會說光滑平面很容易滑來滑去 它完全不會 因為它底下都有凹凸 這種凹凸凹痕 所以你在踩的時候 它會很安全 它的本身呢 它的主體呢 才有鋁的材質 所以鋁的材質呢 重量輕 然後它又沉重非常的好 因為它本體啊 你看像我們這樣人啊 直接踩在上面啊 它SGS檢測可以到200公斤 所以像你看我 這樣子踩上去 通通很安全沒有問題 你看我在上面 不管弄東西啊 還是拿東西啊 通通非常的安全 我在人踩在上面 非常的安全 踏板啊 這個面積非常大以外啊 你看我踏板 大到 你看我兩隻手 這樣 兩隻手這樣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兩隻手這樣攤開著 手掌這樣攤開著 都超過 所以你腳啊 踩在上面 都可以很放心的這樣做踩它 你不用怕說去踩空啊 踩到旁邊啊 因為你看我手掌都張開來了 都可以這樣完全的放在上面 踏板呢 也有做凹凸的表面 所以你在上面踩的時候 不用怕說 它表面是平面 光滑平面會滑倒 完全不會 凹凸的那種表面的設計 所以它踩的時候都會非常的安全 它這個踏板 它有一個大的踏板 所以你人在上面踩的時候 這個大的踏板 你人在上面踩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 很放心的踩在上面 有沒有 因為我們通常人在上面踩的時候 你一定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 稍微踏一下 有時候你在拿東西 在修理東西的時候 會這樣稍微踏了一下 所以你可以這樣很自由的 在上面這樣踩動 都沒有問題 而且啊 你看喔 不只它在上面踩動 這個踏板大而已 它很貼心的是 這邊還有這個 讓你在我剛剛有沒有 在踏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踏的時候 人的重心啊 都會向前 人的重心都會向前 所以你在修東西 在拿東西的時候 重心 你膝蓋這個地方 可以靠在它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工具夾的地方 可以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人不會說 再往前請 或往後請 人的重心 可以膝蓋的地方 靠在這個工具夾的地方 這樣子 有沒有 做事都 工作啊 或者是在打掃 都非常的安全 要使用的時候 我這樣直接把它放下去 然後你看 梯子是完全不會收起來 所以我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我不用說 我會害怕什麼 踩到一邊啊 它整個梯子收起來 然後倒下來 這種情況 完全是不會 因為它底部啊 你注意看喔 它這邊是底部啊 它有一個這個 就我剛剛按的這個 紅色安全扭設計 它要按住這個 紅色安全扭之後 它才有辦法這樣 整個梯子收起來 有沒有 那我這樣放下來 要按住這個 紅色安全扭 紅色安全扭 按下去之後 才有辦法收起來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它這個非常好的設計 讓你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很放心的 可以這樣踩來踩去 不會說 給它梯子收起來 就倒下來 這種情況 完全不會 然後啊 再來它上面的這個部分啊 我剛剛有說 它這個地方可以 靠近我們膝蓋重心 可以往這邊傾 對不對 然後它底下 這上面很貼心的是 它有設計工具盒的 這種設計 如果你看到 它這上面 有不同的工具大小 在這上面 這個工具盒 在這個地方 好 我現在去拿一些工具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放哪些工具 工具啊 已經準備好 放在這邊 然後為了讓大家可以更近 更清楚的看到 工具這些東西在哪邊 怎麼擺放 所以我現在準備了 GoPro在這邊 然後讓大家更近距離的看到 工具怎麼擺放 好 我們現在畫面切到這邊來了 你看我們這上面啊 它有一個 這個工具盒放置出 所以它大小不同的工具 你統統可以擺放在這邊 像我這邊已經準備了很多啊 像螺絲起枝啊 有沒有螺絲起枝啊 螺絲起枝那麼多枝 還有這個尖嘴前 然後五檢都可以 然後還有像這個螺絲 釘子 還有錘子 都可以直接擺在上面 那我們第一個先把錘子 擺在這個地方 你要錘子它就可以直接這樣擺放上去 然後再來呢 這個釘子啊 螺絲啊 螺絲 你統統都可以把它直接擺在上方 這裡有個置物盒 這裡有個凹槽置物盒 我們就直接擺在上面 然後再來這個螺絲起枝也是一樣 它有不同大小孔位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擺上去 所以它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直接做擺放 就可以 你看那麼大這個螺絲起枝都可以 然後再來這個尖嘴前 就可以擺在這個後方 這裡有個置物的有沒有 你會不會直接擺在這邊 然後後面啊 還有這兩個地方啊 一定很多人會問說 這兩個是什麼東西 它可以讓你啊 勾一些你的工具 還有工具袋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勾住 勾在上面 所以你在上面要拿東西的時候 都非常的方便 你不用這樣往上 這樣跑來跑去有沒有 它如果你沒有重量 就直接這樣擺在上面 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在勾在上方 所以你就不用這樣 跑上跑向拿東西 你可以直接 把一些工具啊 都直接 玩完整整齊齊的放在上方 要拿取東西的時候就很方便 你看喔 像我現在爬上去啊 我現在講好 我現在爬上去 我現在爬上去 有沒有 然後我要拿東西的時候 錘子 就可以直接這樣拿錘子 然後呢 如果我要 拿螺絲起直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這樣拿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直接拿螺絲起直 然後拿釘子 需要釘子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這樣拿 所以它拿東西啊 都非常的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這樣 每次要再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跑上跑下 這樣非常的累人 它這個上面有很貼心的 幫你製作好工具盒在上方 所以你就可以拿東西 拿工具非常的容易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繼續介紹 其他往上要爬的時候啊 它也很非常貼心 你可以直接手握住旁邊 不會說沒地方 手握怕會跌倒還是怎樣 你就手握住旁邊 這樣往上 每一層踏板都非常大 所以你在踏的時候 你都很放棄的去踩踏 都沒有問題 然後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腳膝蓋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靠在這邊 有沒有 靠在上面這個工具盒 置物放置架這邊 然後你都可以放心的 再靠在這邊 要拿工具 要拿螺絲起子 有沒有 要螺絲起子 然後換工具 要換錘子 要拿釘子 都可以直接這樣 非常好 非常放心的去拿 不用說跑上跑下 那麼的累 那麼辛苦 要拿導舞剪也是一樣啊 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作業了 然後下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手可以握住這邊 這樣子 我們一步一步 就可以踏下來 而且重點是 它的這種踏板 它板寬都非常的寬 你看都差不多 有我這樣四肢手手的寬度 四肢手手手這樣併起來的寬度 都非常寬 所以你在踩踏的時候都可以 不是說 像很多那種木梯啊 你在踩踏的時候 因為木梯踩踏的時候 它是非常扁的 有時候你在踩的時候 那個腳很癲 真的是很痛 我之前就踩過 那個腳真的是踩下去 會痛的那種感覺 而且木梯那種都是 非常專業的人員 在做使用的 所以我們一般那種木梯啊 上去的時候 會很怕很危險 會搖晃 可是它這個完全不會 它這個就直接這樣 踩踏上去 你看我自己 我這樣直接上來都非常安全 我這樣上來下來 都很安全 不管是三階梯 或者是這個四階梯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四階梯還比較高 你看我這樣子 有沒有 四階梯這樣子上來 四階梯這樣下來 你看我再踩一次 四階梯這樣上來 然後上面作業啊 拿東西啊 修東西啊 有沒有 然後我的膝蓋也是一樣 可以靠在這個地方 膝蓋也是一樣 可以靠在這個地方 拿東西修東西 然後下來 可以手扶著這邊 你看它下來都非常安全 然後收 然後走 重點是它的重量也很輕 你看 我幾乎你看 我一隻手頭 一根手指頭 一根手指頭 一根手指頭可以這樣把它抬起來 所以 也不會說很多那種木梯啊 還是那種很重的梯子 你要兩隻手頭這樣才能夠扳 然後這個完全不用 一根手指頭 你看真的一根 一指神功手指頭 就可以把它這樣提起來 然後拎著走 而且它碰到水 我們剛剛有講說 它是鋁製的材質對不對 所以它也可以拿來做洗車 很多人啊 都拿著這種兩步梯啊 小一點的兩步梯 反正修鋁車後面 然後反正 車子後方啊 你可以拿去洗車 因為這種鋁製的樓梯 就是它不怕水淋 你只要你在洗車的時候 遇到水啊 它完全不怕 你就直接拿去洗車 然後有時候像我們休旅車 比較高的時候 你要擦乾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要這樣爬上去有沒有 你千萬不要再 踩在那種休旅車的輪子啊 或者是那種門打開 踩在旁邊這樣擦擦擦 有時候你擦的時候 那種踩在車上擦的時候 那種非常的危險 因為你的重心是往後的 像這個梯子 你就可以直接拿去洗車用 有沒有 要洗車頂啊 還是要洗那個 車玻璃啊 都可以直接 帶這種二階梯 放在車子後方 再出去 你看二階梯收起來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小小的 有沒有 所以使用都非常的方便 接著呢 我們來介紹梯子啊 它的各個的尺寸 不管是它展開的尺寸啊 還是它收納的尺寸 再來呢 就是它每一層的這個 踏板的階梯的尺寸 提供你在家裡 要選擇什麼樣的尺寸 比較適合您在家裡做使用 再來這款就是二階梯子 二階梯子呢 它展開從地板到它工具盒 這個地方是92公分 然後它的這個展開的前後的深度呢 是56.74 在它的這個工具盒的這個地方 寬度是48.49 收納起來的時候 它的這個高度是100.45 100.45 然後再來呢 它的厚度呢 是大概9.2公分 9.2公分 比我這個手指頭四肢啊 還要來的小 面積很小 所以你在收納的時候都 不會佔空間 只要有地方 有那種細縫啊 或者是有牆壁邊 你都可以直接擺放 完全不會佔空間 再來我們來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呢 我們這個二階啊 它第一個踏板的這個地方呢 是24公分 然後再來是 這個第二個踏板 是47公分 像我本身啊 180公分啊 我可以踩在第一個踏板 這樣做使用也可以 或者是說 高一點的地方 我可以踩在 47公分的踏板做使用 像我180公分加47公分 我現在到我頭頂這邊啊 已經227公分了 然後外加我手舉起來啊 我的手長度 大概應該有四五十公分吧 好 舉起來 如果以40公分來講的話 已經267公分了 我這樣手舉起來 我可以拿到267公分的高度的東西 好 這是二階梯的高度 好 三階梯呢 它展開來的時候呢 從地板 到它這個工具盒的地方 是115.4公分 然後它的這個 展開來的這個深度 是71.2公分 上面工具盒的這個寬度呢 是51.3公分 收納起來的時候 它的高度是125.8公分 再來呢 它的厚度啊 是9.5公分 也是要比我手還要小 比我手四肢 這樣還要小 再來我們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呢 它的第一個啊 第一個這個地方啊 是跟剛剛我們二階一樣 24公分 然後第二階的地方是47公分 再來呢 這個黑色踏板的地方是71公分 71公分 那我能如果踩上去 這個第一階也可以做使用 拿東西也可以 拿在第二階 第三階 我現在踩到第三階了 我們剛剛講 第三階是71公分 再加上我180公分高 所以我現在到我頭頂 是251公分 外將我手舉起來 我手如果以40到50公分 40公分來講的話 我現在的手舉起來 可以拿到東西是 291公分的高度的東西 手舉起來這樣可以修散 拿東西是291公分 這是三階梯的高度 四階梯啊 它展開來的時候 它的高度啊 從這工具盒 到地板上的地方是 138.9公分 然後再來呢 它的這個前後的深度 是85.7公分 上面工具盒的地方是 53.4公分 然後它如果收納起來的時候 從這邊工具盒到下面呢 它是150.5公分 它的厚度呢 是大約9.5公分 接著我們來把它展開來 好它展開來呢 它第一個這個 第一階 24公分 再來呢 第二階呢 是47公分 第三階 是71公分 再來呢 第四階呢 它這個大踏板的地方是94公分 然後如果像我啊 180公分的話 我這樣踩上去 好 踩在第四階這個地方 做實用的時候 我現在從94公分 踩在94公分上面 再加上我本身 180公分 我現在到頭頂呢 已經274公分了喔 外加呢 我的手的距離 如果是40到50公分 如果以40公分來講的話呢 像我現在手舉起來啊 我已經可以拿到314公分高度的東西了 所以啊 你看如果在四階啊 四階這麼高的 四階94公分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我本身的高度的時候 在家裡啊 真的是非常的夠用 所以 你看喔 它三款啊 不同的梯子的尺寸的高度啊 通通都可以拿你在家裡做實用 再來我們來了解一下它的重量到底是如何 我們準備了棒測呢 我們來看一下三款梯子 它的重量分別是如何 第一個我們來先量二階梯的重量 好 我把二階梯把它放上去 二階梯呢 它的重量呢 是2.77公斤 這二階梯的重量 2.77公斤 再來呢 是我們三階梯 三階梯呢 三階梯呢 是3.29公斤 再來是四階梯 四階梯呢 它的重量是4.06公斤 四階梯呢 你看四階梯這麼高的 這個梯子啊 它的重量才4.06公斤 所以我 這樣一根手指頭 你有沒有看到 都可以這樣把它舉起來 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剛剛這樣 完全的把所有的梯子 三款梯子的重量 直接秤給你看 二階的2.77公斤 到四階的4.06公斤 梯子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所以你在拿取 在移動的時候都非常的方便 希望呢 我們剛剛梯子啊 它的一些說明 不管是從梯子的材質 還有它的一些使用方式 然後它的每一個工具的地方 擺放的位置 外加它的安全性 它在使用過程中 也非常的安全 不會說梯子突然收起來 它有一個安全的這個 紅色安全扭扣 需要按下去 它才有辦法收起來 所以安全性它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呢 它的沉重 它的沉重可以到SGS檢驗 可以到200公斤 沉重可以到200公斤 然後外加它的尺寸 再來是重量 尺寸可以讓你在家裡做選擇 到底是我要選擇哪一個款 哪一個高度的梯子 才適合我在家裡做使用呢 希望我們剛剛介紹呢 你都能夠很清楚了解到 梯子它的這些功能面 還有尺寸的一些選擇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 或者想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下方留言 提供給我們 我們也會一一的為您做解答 做說明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按讚還有追蹤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希望我們介紹你會喜歡 掰掰